马总统这次引用了顾总统蒋经国先生的名言 宣誓启动改革年金制度 实际上呢 马总统在关键时刻 总是会想起他人生的导师蒋经国先生 在这个无感政绩的时候呢 很多人在网络上也争相转记了一段影片 在画面当中的人正是马总统的这位老长官 已故的小蒋总统 他的每一句话呢都深植人心 对于口口声声希望提出有感经济的马总统 真的是一面明镜 已故总统蒋经国先生的这一段谈话 尽管事隔24年 如果送给马英九总统 再对照经济学人杂志Bumbler话题 却是如此贴切 网友大赞 顾总统蒋经国真的很有先见之明 其实马英九曾经担任蒋经国 六年的英文秘书 马英九更常常说 蒋经国是永远的人生导师 每回马英九前往头疗叶林 祭拜蒋经国总是红了眼眶 甚至每回谈到这位人生导师 就会掉下男儿泪 他躺在床上肚子鼓鼓的 我知道他会不舒服 那种感觉 所以我后来到头疗叶林的时候 这样一个画面不断地会出来 每次出来我就忍住很难过 我们拿公家的钱走冷静 让少数人喝彩 我们不能够做 有妇品的案子我们一定买 我们所有孤岛的 全民的生物的安定 全民的国家的温定 这是我们基本的一个政策 影片中蒋经国要问物价打贪污 对国家政策有深入检出的论述 充满说服力 让人不禁感慨 老蒋的话真的比马英九还有感 看来马总统跟在蒋经国身边的日子 实在太短 没能倾出于蓝胜于蓝 对于经济学人的Bumbler 马总统还是别太在意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